或者是比較簡單的打法 我比較偷懶 有時候我就直接打 Get Application Context 就是跟他講說 那你自己去找一下 現在是由誰控制就可以 所以直接選這個 Get Application Context就可以了 再來的話呢 Text Resource ID的話 你就打一個R 點下去的話呢 會有個Array 我們剛剛不是有建一個Array 點下去不是有個BOSS 有沒有這個剛剛有建 如果你有建才會顯示喔 如果你沒有建就不會出現 OK 再來的話 這個ID是指的是View 那你的View 因為我沒建嘛 那現在這個View呢 我可以用內建的 如果你用內建的範本的話 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打個Enjoy點 點之後的話有個大R 你會發現這個有R 可是前面沒有Enjoy 這個如果前面沒有Enjoy 是我們自己建的 如果前面有個R 有個Enjoy 表示說這個是內建的範本 這個內建的範本呢 裡面一樣會有個Layout 點 點 點裡面的話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叫什麼 Spinner的一個範本 叫做Spinner的一個 有沒有你就往下找一個Spinner開頭的 Spinner的一個 這邊有一個叫做 我這邊有一個叫 Simple找這個好了 Simple的一個List Item 1 這個範本呢 我們可以直接用它 然後呢 直接 結束掉 那你會想說 那這個範本到底放在哪裡 基本上 這個範本呢 是內建的 但是如果你要找的話 也不難找到 其實如果說因為它那個內建範本 你沒辦法去修改它的顏色 不過有一招 這個是我後來自己找的一個方法 就是說 這個東西放哪裡呢 基本上 你可以再先把它縮小一下 找一下那個 我們的 我是放EDIT裡面 我Eclipse Eclipse 我的SDK在這裡 那我們的版本是Pattern Forms 在這裡 打開來 我們2.33是放在Android 10的地方 點兩下 你可以看到裡面會有個Data 我記得應該是Data裡面 Data裡面的話 再往下找 會有一個resource 有沒有看到 這個RES 你想說RES名稱怎麼跟那個很像 打開來之後的話 一樣會有個什麼呢 Layout Layout裡面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一樣會有一個什麼呢 一樣會有個simple的一個 我們剛剛找的那個simple 的list item1 這一個 那如果說現在是一個內建的範本 假如說你要把這個內建的範本 拿到 我們的專案來使用的話 有個簡單的方法 這個方法就是說呢 我可以直接把 把它拖拉過來 放在這裡面就可以了 我把它放這邊好了 這個 在RES裡面 你可以看到 有一個Layout 裡面沒有其他範本 你可以把剛剛 我剛剛講的這個Layout裡面 這個範本 拖拉過來 放到這個Layout裡面去 Copy過來 我們來看看